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作为大的修 作为居士同修 请宣开金本 请看经文 是我得福 国宗菩萨 若受读经法 封诵词说 而不得辩才智慧者 不取证诀 看二十九院 受经普得智辩愿 这一院的大意志 如果我成佛的时候 我国中的菩萨 如果受就是接受 读就是批文为读 这个经经典 经就是法 就是诡则 接受读诵这样的经法 把它落实在修行当中 封诵词说 就能得到无碍的辩才和智慧 如果这一院不能兑现的话 就不取证诀 这也是法障菩萨慈悲 他在因地考察他方世界 有些佛座下的弟子们 虽然也在修行 但是智慧辩才很有限 比如周历盘托茄 你叫他一个寄诵都背不下来 要跟外道就辩论 肯定辩不过人家 辩不过人家 人家就聚高临下 就瞧不起这些比丘 玄章大师写西域记 他就记载在龙树菩萨的时代 有一个波扎离国 他这个城市 本身也是奉行大乘佛法的 有一百多座寺院 成就有一段时间 佛法很深信 这些长老 智慧都很高深 但往往哪个地方都有外道 外道就常常是要来作对的 所以佛法新认识 这些外道就没有办法 以后逐步的这些长者就圆极了 后继就乏人了 人身材就稀缺了 但在外道他修罗图众 专演经典 广学多文 他成长起来 力量很大 力量很大 他就跟国王说 说这些 这些沙门师子都是没有什么水平的 如果他敢跟我们辩论的话 我们就跟他来试一试 所以他就挑起了辩论 这一辩论 国王就主持这外道跟这些 比丘辩论 当时就生了一个辩论原则 这外道说 如果你们输了 就不能见地 就是寺院里面敲钟啊打板啊 你就不能见 这么一辩论 真的人家外道占上风 这些比丘 是能多一个个都辩不过人家 辩不过人家 那就怎么办 那只有你这个试验不能去见地 不能敲钟 不能打板 这样的整整的 辞出了十二年 那这样就被外道完全的 搞得没有面子呢 没有形象呢 当时龙树菩萨听说这个事情 他要复乏嘛 他就准备要前往 要跟这些外道辩论 解除这么一个尴尬的局面 那龙树菩萨的弟子 提婆也很有智慧 说这个事情不需要师父出马 我去就可以 开始龙树菩萨还有点不放心 你去你能辩得过他们吗 如果这一次还辩不过他们 那就不好办了 提婆就说 你如果不放心的话 我们先辩一下 你做反方 做外道 你来提来拨 龙树就做外道 来辩驳 辩驳了十天 终于这个提婆还是占上风 这一看占上风 也就是热热身 训练了一下 比较有把握就派提婆去 提婆就迅速前往 那些外道听说这个消息 赶紧跟国王说 说我们原来都有这么一个规制 让这个誓言不能敲钟 不能去见地 现在千万不要让外国的 这个僧人进来 那国王真的下禁令 不让外地的圣人进来 所以提婆是伪装 就把那个比丘的衣服脱下来 伪装成一般的人混进了城里 直接直奔这个寺院 这个提婆当晚上就睡在那个钟楼那个地方 第二天一早 提婆就开始集中 这一集中 其他的试验纷纷集中 你看一个国家12年所有的试验都没有声音了 被压到这个程度 这一集中 全国震惊了 12年没有的钟板子摸出来了 这个外道也纷纷云集 国王也来了 然后就开始辩论 辩论七天 终于把这外道全都 这个把它压下去 外道就自认 甘拜下风 所以就建了一个塔 这个塔就叫集建罪塔 所以这个辩才是非常重要的 在古印这些外道 那这个辩论就是拿生命都堵住的 如果辩输了 堕在覆住就砍头的 那佛陀在世的时候 也是不断的跟外道的辩论当中 佛教成长起来的 当这个外道辩输了 说要砍头的时候 佛就告诉他 我们佛教没有砍头之说 你们都出家 每次辩论都准备一批生意 他输了就出家 做沙门狮子 所以这一愿就是加持 往生的菩萨 要有辩才 要有智慧 那辩才智慧从哪得呢 所以这两句话很有意思 若授读金法 封诵词说 这里面实际上就包含着 阿弥陀佛教给我们的 这个开智慧的方法 这个受 受是接受 这个金法是由佛来受 你来接受的 这叫受受 能受的是佛 你所接受的是菩萨 那你能够受这个金法 说明你是有信心的 所以就叫信寿 信寿之后 你对这个金法读 读就是批文为读 读拿着金本 你看这个文字就叫读 那这个经典就是法 这个法不仅是极乐世界是法 乃至放置法界都是这个法 都是这个真理 放置法界而皆准的真理 现在西方搞什么普世价值 那极乐世界的金法 是普法界的文明 那对于这个金法 你风 风就是带有一种风颂 这个风就有点歌用赞叹的意思 当年焦摸罗斯大师有个感慨 范文文体当中 他有很多是祭诵 这些祭诵都是有韵力的 都能够歌唱的 一般这个弟子菩萨见佛 是一定要歌探佛德为珍贵的 为最好的修行的 所以金中的祭诵都是有这个音乐 韵律来歌用赞叹 但是这种文体的字式 你翻译成中文 这个文体就有很大的差异 这种韵律就被丢掉了 焦摸罗斯大师翻译过程 对这个事情很苦劳 他当时跟森内他的弟子 八大弟子之一就有个讨论 说这个我翻译这个 把梵文翻译成秦言 那时候叫姚琴嘛 秦言也叫中文 就类似于嚼饭给别人吃 那嚼饭给别人吃 嚼的饭出来的那个饭 就失去了那个原饭的味道了 那不仅是失去的味道 你把嚼的饭给别人吃 甚至人家还会呕吐 他就苦劳 那那个森内就安慰他 虽然你嚼饭给人吃 你觉得很苦劳 总比他在 他没有饭吃也好 他在饥饿状态 所以他们就讨论一种 以中国诗歌的形式 把祭宋转为诗歌的形式 也能够有一种歌探 饮送的特点 那古人那个诗都是饮出来的 我们原来听过老先生 饮那个诗歌 还真的是很好听 好听高雅 他能录心 他能感人 所以佛教为什么我们要谈翻倍 你翻倍的音声唱得好 他真的使你很宁静 很怒心 所以这个风 就是一个泛音 饮送的这样的特点 有它的韵律 有它的音节 有它的异扬顿挫 再就是诗 被文为诗 说起这个 我们都很感慨 我们看高僧座 常常看到这些高僧 很聪颖 很有才华 常常讲他日诵千记 一记四句 一般是三十二个字 千记就是三万二千字 他一天可以背三万二千字的经文出来 我们想一想 我们现在是暗顿到何等程度 我们的记忆力完全的衰退到太低了 十八高僧有一个寄兵过来的沙门 叫佛陀耶使 十八高僧之一 它是翻译四分地账 它翻译四分地账是六四卷 一百万字 它是没有带梵本过来的 就是暗顺 就是背下来的 当时他来的是来到长安 他原来是金默罗斯大师的老师 金默罗斯就积累的向姚欣 国主推荐佛陀耶使 希望姚欣帮助他建立翻译场 来翻译这个四分地账 那这个翻译的场面 不是一个人翻译 这个佛陀耶使最后的一场 是三百人参见 金默罗斯的翻译场 都是三千人参见 那是举国家之力来翻译的 那是非常慎重的 多少第一流的人才来参与的 但是姚欣对他 听说他又没有犯本 他就背诵下来 就有点怀疑 他真的能背得下来吗 然后就派他的一个弟弟 叫姚贤 当宰相的 去试团他是不是真的背下来 这个佛陀耶使就很流畅的背诵 一卷一卷背诵 背了两卷之后 这个姚贤也判断不了 他背的是不是真的是那么回事 姚欣就有一个测验的方式 姚欣是羌族人嘛 他那个就有一个药方 羌族的药方 大概有五万字 那个药方这个东西 是没有任何联想的 然后就那佛陀耶使 两天之内 把五万字的这个羌 羌族的一个药方 药方书背下来 那这个佛陀耶使 真的有过目不忘之能 看了一遍 就一字不落的 把这个五万字的药方 全都背下来 这样才让这个姚欣 还真的相信他有这个本事 来帮助他建立了一个翻译场 所以现在我们看到的四分历证 这是比丘界非常重要的一句 是佛陀耶使翻译的 佛陀耶使最后 他来东丁寺的姻缘 还不是来东丁寺 他是到了这个 这个归宗寺 他到归宗寺是什么姻缘呢 是他在定中 长安的定中就见到这个 归宗寺上面的那个风 叫凡伦风 看到这个景象 他才过来的 过来 所以原来归宗寺的一个铁塔 就是佛陀耶使建造的 他一来庐山 归宗寺大师就把他邀请到东丁寺 加鲁寺 这些古代的高僧 那还是忠古之计 他的那种按诵的水平 真的是不可思议 但是当年极乐世界的菩萨 他送的那就更厉害了 那不是日送千计了 可能日送万计 一计都是可以的 龙树菩萨 他的按诵的水平 也是不得了 那个华元经 就是他送出来了 十万计 我们看到的现在华元经 只有四万五千计 不到一半 词 词就是你要词这部经 要受词 要依这个经法来修行 这叫词 这个说就是通过你的封诵词 你自得于心 能后广为宣说去说法 这样你就能得到辩才智慧 开发智慧 我们要有个基本的认知 要相信一切智慧 我们众生本质具足的 本质具足这智慧 在外面借助这个 封诵词词说的这样的一个源 就能开发辩才 就能开发智慧 一般你有智慧 有辩才 你才可以去逢法立身 你光有智慧 但是你没有辩才 茶壶煮饺子 倒不出来 口里乐乐的 那你也很难逢法 或者你光有辩才 没有智慧 讲的东西很空洞 也不能逢法 一定要辩才智慧 同时具足 这里就讲到这个读诵 读诵是开发智慧的方法 因为这个金法是 佛属证悟的十项般若 十项般若 所流现的文字般若 所以我们要读诵经典的时候 要有自成恭敬心 不要去分别它 不要去用逻辑思维去考究它 也就是恭恭敬敬 无分别的去读 自然这个经文的微妙之意 言外之意 就能显现出来 这叫读经千遍 其意自现 你不要过多的执着文字 文字是指向那个法义 真理的手指 不能指指为悦 但是你要了解这个真理之悦 也离不开这个手指 它是离文字向 又积文字向 积文字向 又离文字向 那你怎么去偶合呢 你在这个无分别心里面 在恭敬心里面去读诵 读诵就落化逻辑思维 强化这个限量的 幼老的功能 你看古人同盟教育 他不讲解很多东西 就是读经 把四十五经全背下来 而背经的过程 它就是开发智慧的过程 你读三年的诗俗 可能都受用一辈子 现在我们 你读过大学毕业 好像都派不上什么用场 相差太大 就是我们现在的教育 在开发智慧方面 很不得法 或者完全的阻力了智慧的开发 因为他太强调那些逻辑思维了 太强调那些愤数功利的东西了 那这些幼老的智慧性的东西 需要你接近自然界 你的仁慈之心 你的恭敬之心 你的无分别心 你的音乐感 你的审美感 所显现出来的 那恰好我们现在的教育 很缺这一块 提了多少年的数字教育 还是摆脱不了考试的指挥棒 所以这套教育 出不了什么人才 所以我们一定要去读诵经典 读书 请订阅 Tanner 李宗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杨栋梁